如果視障者超出安全範圍 則透過來按耳機 來告知視障者需要休止的路線 視障者最容易遇到撞到懸空的障礙物 不知道號制燈號 以及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因此參賽者設計了智慧手杖 墨鏡以及導航盒 使用AI影像辨識及行走偏移的偵測技術 可以及時提醒前方路況 家屬也能夠透過APP掌握他們的安全 我們就希望能夠把科技跟設計 跟人文三者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這次就組一個跨三個領域的團隊 對 然後希望能夠這樣的作品 真的能夠導入適當朋友的生活環境當中 發明帶來生活便利 但也可能造成環境破壞 慈悲科技競賽以符合環保5R為前提 讓參賽者針對慈善 醫療 人文關懷的角度 創作發想 我們是非常希望呢 這些好的發展 好的這個想法呢 真正能夠把它商品化 弱實 能夠對弱勢團體有些幫助 用心觀察生活大小事 找到問題 解決問題 為冷冰冰的科技注入溫暖 成為助人的好幫手 大愛新聞 真神門志工 花蓮報導 用心觀察生活大小事 達成 他們的想法 時間 經歷 所謂的小事 和使用心觀察生活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